杨浩涵和魔神黄蜂秀究竟谁更强 他最终结局如何 杨浩涵是圣殿联盟的盟主 同时也是骑士圣殿的殿主 他的实力在人类中也是前几名 圣月在面对他时 甚至无法击穿他的防御 那么杨浩涵和魔神黄蜂秀究竟谁更强 他最终结局如何 1.杨浩涵和魔神黄 杨浩涵是骑士圣殿 六大神隐王座之中 守护于联敏之神隐王座的主人 常年坐镇于圣殿联盟总部 更是圣殿联盟目前的盟主 要知道神隐骑士 在人类的九阶强者中 一直都是最为强大的 而杨浩涵的最高身份 则是圣殿联盟盟主 要想担任圣殿联盟盟主 必须在十年一届的 圣殿大比中胜出 而所谓的圣殿大比 便是六大圣殿同时比赛 出战的都是 各自圣殿中的顶尖强者 最差的人都是九阶领域强者 杨浩涵能在这样一场赛中胜出 虽然不代表他是 六大圣殿中的最强者 但是可以说明 他的实力在六殿中名列前茅 在圣月因为惨而迁怒龙浩尘时 杨浩涵也立刻上前阻拦后 如果是其他人 圣月绝对不会在乎 但是面对守护与怜敏之神隐王座 他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因为他知道 尽管自己和杨浩涵同为九阶 但以自己的攻击 是不可能破开杨浩涵防御的 而圣月可是刺客神殿的 狭者及强者 以攻击力而闻名 连他都自制无法破开 杨浩涵的防御 足以证明杨浩涵的实力 有多么强大的 不过就算如此 杨浩涵也不可能和 魔神皇封秀相提并论 二者之间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最终在玉龙关决战时 就算是六大神印王座棋线 魔神皇也没有丝毫畏惧 如果不是因为浩月 帮助了龙浩尘 那么魔神皇甚至 真的可以将人类彻底消灭 风秀早已是百万内灵力 如果他愿意的话 成神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杨浩涵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二 杨浩涵的结局 龙浩涵第一次见到杨浩涵 是在骑士圣殿的藏宝阁前 他十分看好龙浩涵 告诉了他蓝与光之扶龙的位置 而在圣月发怒 要处罚龙浩涵的时候 杨浩涵也是果断出手 让圣月冷静下来 之后杨浩涵也是多次 帮助龙浩涵 在魔神皇要求交出龙浩涵的时候 圣殿联盟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主要出自于骑士圣殿 强烈反对将龙浩涵交出去 并且没有转阴的余地 尤其是骑士圣殿 杨浩涵作为骑士圣殿的殿主 直接表示如果联盟最终决定 要交出龙浩涵 那么骑士圣殿将选择脱离联盟 而在六大圣殿统一了意见 决定成立新联盟 以整合六大圣殿力量与魔族对抗后 决定成立圣殿联盟 由六大圣殿各自执政 改为中央执政 而本来是圣殿联盟盟主的杨浩涵 则正式退位让衔 由龙浩涵担任主席的位置 在御龙冠前对战魔神皇的时候 为了对抗魔神皇的压力 杨浩涵与其他神隐王座一起对抗 让御龙冠城上 所有强者全部感受到压力一清 而在魔神皇自裁后 人族则慢慢步入正轨 杨浩涵没有像龙星宇一样 解除与神隐王座的契约 而是继续辅助龙浩涵管理联邦 毕竟虽然魔神柱消失 但是大陆却终究未曾完全归于和平 等有一些魔族在负于顽抗